大家好 我是宇瑞昌 欢迎来到唱款读书会第一季第二集 今天我们会讲这本书叫做Company of One 这本书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也是因为我看完这本书以后 它是1月15号出版的 我大概1月20号就看完 看完以后呢我其实不太知道 台湾会不会有出版社出中文版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我来分享一下 那因为我要分享这本书 所以过年期间我又看了第二遍 然后有些地方我其实我还看了第三遍 所以我可以说是看的滚瓜烂熟了 但如果你看懂英文的话 我还是希望你要自己买 我就是看电子书然后用Kindle看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 Company of One这本书的作者叫Paul Jarvis 他其实出了很多书 他自己也是一个超级个体 有很不错的个人品牌 然后他自己当自由的接案者 已经超过20年 一人公司并不代表说公司不能请员工 永远都只有你一个人 并不是这样子 一人公司是个精神 就是我们去质疑成长 就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本书有个副标 叫做Why staying small is the next big thing for business 这是为什么商界的下贱大事是保持小 这个包括大公司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也在 做一些小公司做的事情 比如说要更亲民 做一些很人性化的一些客服等等 你可以看到其实蔡英文郭台铭 还有一些政治政客 他们其实现在都已经开了Facebook 这些大官他为什么也要做一些小网红做的事情 其实他也是为了要贴近民心 所以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好 大公司有大概是好 这个他讲了一句话叫做 There is no right way of doing business 就是我把它翻成商业没有标准 就是每个人创业的过程跟心态 跟目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公式或是标准 他可以去齐头是平等 然后他提到一个观念叫做rich life over rich 就是一个丰富的生活 胜过很多钱 这点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所以我常说这本书根本就是我的心灵伴侣 Soul May 他真的很多地方都讲中了我自己的理念 跟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他说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以为只有他自己 但是其实后来因为他写这本书 他去做了很多访谈 他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跟他一样 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他其实不知道 其实不知美国 这台湾也有一个人 就是我像他一样 所以他非常笃定 就是一人公司 这种精神 他是一种趋势 他说他是一种movement 就是movement 就是一种一个社会运动 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是说这本书非常挑战目前的主流信念 那目前的主流信念就是 一家公司你一定要成长 才算是什么成功的公司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成功不是说你要成为 100人500人或是1000人 员工的CEO 那个才叫成功 那些所谓的成功那些都是被媒体洗脑 就是我们看了很多什么亚马逊啊 脸书啊 苹果啊 就是好像很多员工啊很屌 其实没有 其实他只是万种选音的案例 我们不需要真的去成为他们 因为有很多天时地利的条件 你也不一定会成为他们这样子 所以这本书中取了很多很多例子 就是成长不一定是好事 那小公司呢 其实有很多策略上的优势 那跟大公司比较的话呢 他们一定要一样也会有利润 那在市场上呢 也会占有一定比例的分量 包括他们的客户可能也是 500大的客户 所以小公司不见得不好 大公司不见得好 他其实两种商业都是有不同的优势跟弱势 那大公司来看的话呢 大公司的目的就是要扩张快速扩张 所以他们会花大钱去买客户 登广告 然后聘员工 甚至有些产业还要扩厂建厂 所以他们的支出越来越大 那支出越来越大 如果利润没有跟上的话 就非常的危险 那小公司另一方面呢 他们的优势在于说 他们跟客户保持非常坚定的关系 然后会去提升客户 既有客户的这个终身价值 然后满意的客户呢 就会变成你的很大的这个品牌大使 去帮你免费的推广 所以你不需要花大钱去做广告 那你也可以更专注的去服务既有客户 所以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样子 好 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更好 但是更好呢 不见得是更大 因为我刚才说了 很多我们要创业 创业家都会以 Bill Gates 或是Zuckerberg 或是什么Elon Musk 或是什么 Steve Jobs 这种这种人 就是想尽媒体光环的人 当做偶像 然后我们就认为说 他指引了我们一条路 我们的创业就是要走这条路 不是的 真的不是 就是他只是其中一条路而已 那我们不需要好像被强迫式的成长 然后无止境的追求成长 才算是成功 重点是说我们如何去更聪明的工作 然后创造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那当我们说 我们要优化 我们的事业的时候 其实你想的不应该只是优化你的事业 而是你要去想说 如何优化你整体的生活 而不是真的盲目的被迫 然后一直说要成长成长 不是 那这本书其实也非常质疑这一点 他其实做了很多调查 他说很多新创公司呢 他们因为急于扩张 所以反而失败 所以很多失创公司可能在几年内就倒闭了 那原因之一呢 很可能就是扩张太快 然后很多地方跟不上 有句话不是说什么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但是如果你继续追下去的话 责任越大 压力越大 压力越大 你的各方面 包括你的生活可能都会越来越不快乐 所以在创业的这个所谓的艺人公司 有一个关键字叫做Enough 就是足够 那我们一定要去想说 去定义 我们要多少 我们的足够是多少 是什么 然后当我们达到 当然我们要一直成长 成长到那个足够的那个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做一些选择 你是要停在这边呢 还是你要继续成长 所以作者就想说 停在这边也许也是不错的 也不需要真的一直 好像一直去成长 那反而会延伸出更多问题 然后牺牲掉你的家庭生活 你的家庭生活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很多很多 所谓的机会成本 所以 第一个重点就是 更好呢 绝对不等于更大 因为在更大的路上呢 你可能会出现很多 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所以这边的关键字是 Enough 足够 所以你在不断的去问自己说 你想要更忙碌的生活 还是你想要更好的生活 好 那书中有提到一个金句 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 这句话叫做 opportunity are just obligations wearing an appealing mask 把它翻成中文呢 叫做 机会是戴上漂亮面具的责任 那 这意思是说 我们 当事业有所起步的时候 可能会面临很多机会 那 其实 每一个机会的背后呢 都是成本 你要付出时间 你要付出 注意力 你要付出资源 其实 不是每一个机会 都是好的机会 所以你自己要去 衡量 说 这个东西 到底值不值得去付出 值不值得去 除了你的核心业务之外 然后去接受 这方面的这个机会 第二个重点 一人公司有四个特征 第一个是resilience 然后autonomy speed 跟simplicity resilience resilience这个字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弹 弹回来 就是当你被压下去 你可以弹回来 就是 所以它其实就是复原力 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字 这个英文字 就是 呃 我们中文就是 就是打不死 就打不死 就是 嗯 别人再怎么给你压力 你还是可以 弹回来 这样子 所以叫复原力 那 为什么小公司是 呃 有很大的复原力呢 简单的说 就你一个人啊 对不对 就你一个人啊 你的支出很少啊 你的 呃 你的压力很小啊 你 你怎么 这个 英文有句话 哈 叫做什么 too big to fail 大到不能倒 然后作者就在 呃 书里面讲另外一句 叫做 too small to fail 就是 小到不会倒 对不对 所以 呃 很爱学习 会站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让头上 所以其实 当你发现 好像 呃 快又不行了 你就会找到方法 弹回来 复原 所以 这是完全的人的 这个个性 第二个叫autonomy autonomy就是 呃 中文应该叫自制 那 我就把它翻成当者 就是什么都靠自己 就对了啦 什么都靠自己 好 第三个 叫做speed 速度 那 我记得我在脸书上面有 分享过一则贴文 就是说 呃 工作效率这件事情的 他 在办公室 他是不被鼓励的 就是 如果你在 呃 办公室 做事做得很快 然后 你只会得到更多的工作 那 因为老板觉得你很好用 所以 久而久之呢 你就觉得说靠 那我 做别人两倍的事情 但是我薪水跟人家一样 所以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装废 你就会 越来越废 这个小聪明 你就会开始施展 但是 这对你来说 对你个人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的生产力 会一直下降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生产力很棒的人 很棒的 也许你就要考虑 就是让你自己的生产力跟你的报酬成正比 所以就变成你工作速度是你的优势 好 好 那如何增加工作效率呢 好 第一个观念 作者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个单字呢 在英文的叫做Priority 这个中文叫优先顺序 这个字呢 在1950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单数 它是Priority 然后 到了网路时代 这个字就变成有了负数 就是Priorities 你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 优先顺序 它已经变成负数了 就是它是第一优先 第二优先 第三优先 第四优先 这其实是不太对的 因为优先顺序就是应该要有 第一个最重要的Priority 那件事情 那 负数的Priorities呢 有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Multitasking 中文叫做多工作业 那我们常常会去羡慕说 哇 你这个人很厉害 你可以同时间做很多很多事情 对不对 你可以在这边写文章 在这边回Email 在那边回Line 那边在打电话回客户 很厉害 哇很厉害 但其实这些都是在降低你工作效率的事情 所以 多工作业 其实 是在降低速度 而不是在加快速度 那这本书里面 有提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第一个是微软的研究 他说如果我们专注在多于一个以上的任务的话呢 我们的生产力会下降百分之四十 等同于你熬夜的时候工作 然后HP也做了一个研究 他说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 被电话被Email被及时通打断 我们的IQ呢会下降十点 等同于抽大麻的两倍 第三个研究更精准 这个是加州大学的教授研究 说每一次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被打断 我们需要平均23分钟15秒才能回复专注力到那个工作上面 好所以以上三个研究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实工作是很快的 但是为什么会变慢的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常常被打断 所以越少被打断 我们的工作效率就越好 如果你有在follow网路的话 Basecamp是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软体公司 然后呢老板就发现说员工没有干扰的时候 员工会比较enjoy在工作上面 他们就是没有被干扰他们会更喜欢这份工作 然后他们的思绪会比较周到 然后会有花很多时间在解决公司的问题 那这代表就是呃对公司来说 这代表就是更低的流动率 然后更少的这个新生训练 然后到最后呃就会反映到提升公司利润 另外一个呃提升工作效率的方式 就是呃生产力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叫motivation跟momentum motivation就是动机 momentum就是动能 那动机就是当我们是一人公司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动机嘛 对不对我们要去改变世界啊 赚钱养家啊 好什么证明自己啊 好等等等等很多的动机 所以这个动机是个这个开始的点 但是在呃这个路上呢 你需要动能 你需要人家推你啊 你需要这个呃就好像球队需要士气高昂一样 你才会做的快做的好啊 motivation也许简单 动机有点简单 动能对于自由工作者来说 就是比较有点挑战啊 呃想像如果你进去一个办公室工作 你有同事啊 一开始你好你很累 早上起来很累 然后你进去 可是一到了办公室 你看到同事在做事情 好你们可能是同一个同一个部门 好那他们就给你动能就对 欸你赶快做事情啊 赶快做事情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外来的动能 可是他启动你工作的心态 好启动你工作的这种状态 好可是如果你是在家工作好 你早上起来睡觉 好不然你睡觉起来 好然后你就吃个早餐好 好上上网检查一些email 好玩一玩手机 靠没有人给你动能 好你没有同事 你必须自己制造动能 好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看很多人说这是自律嘛对不对 好但是你就要去想说 你要增加工作速度 你不可以上市动能 好所以第一个就是 安排好所有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好把它变成一个清单 安排好你要做的事情 好第二个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直接按照清单一个一个去做 然后最重要的是第三个 当你在做的时候呢 你不要避免所有的干扰 所以安排时程去做 尝试进入心流 然后避免干扰 为什么避免干扰最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投入 我们做做做做做 它其实就会越做越快 因为你进入心流了 你会越做越快 可是当一个干扰进来的时候 你就被打断了 你那个心流 你那个momentum 就就掉了 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打篮球 你连续得分20分 结果突然有 对手有个人超厉害 然后就把你这个士气打断 然后你就整个士气下降 然后就开始手下坡 所以工作时候也是一样 但是当你进入一种心流状态的时候 你如果被打断 你还记得吗 你需要23分钟15秒 你才可以回来 所以好 那个 那个就是太浪费时间了 就是23分钟15秒 你才能回来 所以你被打断两次三次 你就基本上一整天都没了 很多人做是会做什么的to do list 就是代办清单 然后他就想说 我们其实应该做一个not to do list 就是不要做的清单 就是这些不要做的清单包括什么呢 包括去玩社群网站 包括开会 包括接电话 包括让你随时开放 好 什么叫让你随时开放呢 比如说 我可能在FB上 然后很多学生就会丢问题给我 然后我可能就要回答他 对不对 因为我随时开放我自己让你们进来 不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你要规定一个沟通时段 然后比如说几点到几点 你才可以来问我 或者是联系我这样子 所以你要把所有被打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最好是降到零 怎么降到零呢 这个极端的做法就是闭关 闭关的意思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中断所有对外通讯 每年一到两次 作者就有闭关的这个习惯 就是他每年会闭关一到两次 然后大概每一次都是一个月到两个月 但是一两个月呢 他就是中断所有对外通讯 他就专心写书 做自己的专案 做研究等等的 然后除了闭关以外呢 他还有所谓的违闭关 这是我自己叫的违闭关 就是每周一跟周五 他是不对外联系的 每周四他会回复你的email 回复你的电话 所以就是每周四他才会对外开放 每周一跟每周五是他的这个专注工作时段 所以我自己也在我也会闭关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一年也会闭大概几天的关 然后我会发现每一次闭关 其实出关以后呢 我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这些新的东西就是我的新产品 或者是我也觉得一些很新的尝试等等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能够闭关 这是一个专注提高生产力的好方法 就好像你知道所谓的骇客松 骇客松就是找一些人放在一个房间 给他们粮食给他们水 然后让他们三天内或者五天内 就做出一个产品出来 所以强迫自己在短时间内非常专注 进入心流然后做这件事情 就算了 我听说锁谱 大增心流 下渐 启游 下渐